大家好,我们又来到桑普旅游的时间 今天我就带着这个手机 一早跟大家拍这些视频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这个叫做Montrail,即是满地河 我们都留在这里有一两天时间 我自己今次出席一个论坛 当然傍晚时分,天高云涌 好美啊 这些云是好美的,超级美 一层层有这个立体感 照在这条运河上面都有云的气色 哇,好运啊 这个地方就是一条叫做Lachine Canel Historical Site 即是叫做中国云河 以前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中国人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生活啦 那我知道就是看地图啦 我没去过啦 就是满地河的华人唐人街呢 就应该在这附近的 即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那边走过去呢 走都走到去的了 走大概20分钟内一定到的一个地方 就是唐人街 那这一次因为就是会议呢 它包了很多的膳食啦 我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呢 在品尝那里的美食啦 但肯定呢 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在这跑步 这个时间是 傍晚六点半啦 现在四月呢 就是春分已过 夏至未来 那 在这个时光之下呢 日短 夜长就不是的 是日长夜短的 所以差不多要到八点多钟呢 才收太阳 那由这个位度高呢 就是都有少少寒衣啊 那现在的气温大概是 摄氏八度左右啦 嗯 其实穿一件 jacket那样已经够了 即不是说香港的八度 那麽 那麽紧要啊 大家看这地 是沙地来的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铺垃圾 没有栏杆的啊 那这个地方 全部有了这些 这样的 就是混河的设施啦 比如绑船的地方都有啦 那所以这个条呢 是混河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遗迹啦 那就是 以前的 嗯 中国 混河 的遗迹呢 就是这个地方 那还有这些呢 哇 都不知什麽来的 舊工厂那样的 就是 如果你看过去 哇 残救到这样的地方 那肯定是古迹来的 不是在运作的地方 看来是 那但是呢 风景真是很美 尤其今天真是难得 有天晨的时候 前几天在温哥华呢 一直呢 就没有天晨的时日子啦 就是都是阴天 或者是浪雨啦 那这样 有那麽好的天晨日子呢 相当难得 今天特地呢 在这个地方走一走 旁边这个地方呢 相当有趣的 就是 我反过来走 哇 这个地方呢 很多人在跑步 也都是呢 有很繁忙的交通的 那我一路走一走一走一走 就走回市区 希望我走得到 有拍着这段片 那在 这个Montreal呢 其实这个 步行呢 其实已经搞定 那除非你去一些 软一点的地方 就是譬如说 Montreal East 那些地方 Montreal S 那浮州的话 基本上是 不需要搭什麽交通 只要你 花了预充时间 就可以呢 走到 去不同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 法语区 所以我看到 沿道的人 全部讲法文 如果你说 这个地方 好像 巴黎 那我又不是的 比巴黎好很多 巴黎比较 人多 车多 暖 这就没有 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是一个 比较安静舒适的城市 我很多朋友 都是在这个地方 生活过 也都是 旅游过 我都觉得很开心 就是 比巴黎这些大城市 隆敦这些大城市 更有风味 我们走回这些 平坦的道路 还有人是跑步 加拿大很尊重这个 diversity 所以基本上 是没有所谓的 歧视问题 而这个地方 也是法语区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乔北 这个非常大的城市 也都 看书本说 这是加拿大 第二大的城市 不是第二大城市 不是温哥华 第一大当然是 Toronto 第二大不是温哥华 是Montreal 那这个城市 其实这个城市 都可以一段时间 但是人多 但是呢 感觉不到压迫感 而且呢 很多建筑 比较新派 这个新派 比较接近法国的风格 法国有很多现代建筑 英国的倫敦 就比较少一些 你看到这些 这些骨架建筑方式 其实是 这种是法系的一种标准来的 啊 这个 就是 僅如的法文 就是这个 Montreal 就是旧Montreal 好了 就是虽然外 很多的一些 酒店啊 民房啊 apartment啊 都在这个市区里面 很多人都很舒适 就是踩着单车走 那 相当开心 那 如果你说 自己走路不喜欢的 踩单车也可以 那 叫做 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风凉水冷 有少少风 没有风的话 很舒服 因为风就是少少冬 那么 那 水的冷 你千万不要跳下去 冰水的感觉 这个呢 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 程度 这个就是一条 这个靠近河边 圣洛伦斯河的河边 那 这些全部都是温河来的 温河的遺跡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城市呢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 那么昨天我就 嗯 开会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啦 空档啦 那么我也贴了一些 给了一些照片给一些人 那么我也知道 之后会贴上Facebook那里呢 会去呢 就是参观呢 就是不是参观 那些人只是品上他们的美食 有一家是烧牛肉的店 那是烧牛三文治 挺好吃的 那而且它 这儿呢 就是行路呢 现在就去到法国的感觉 法国的巴黎呢 有很多 圆筒型的物体呢 就是突然之一砰 一声有个广告 是一个 很高的一块柱这样的 那摆在路中心那里 或者是行人路上面的 那里也都有 而英国反而少这些设计 所以我想就是 法系的一些 情况很多了 那所以就 完全不同的做法 那譬如说 那些法文呢 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主要是什么呢 就好像旧法文那样 就是 就是它是将 有些已经英文化的法文 而且法国经常讲的法文呢 变了做 变回做一些原来 创造出原来 他们法文的词 那个情况 就好像在讲一些 字眼 那些法国人会听起来很特别的 那听上去的口音呢 我不懂得听 就是我未去到那么好的程度 但我觉得是 很法国的风情 这是我的一种观感 这个就是 哇 有空中的列车 有远处的地方 那这些就是 他们的Sky Train 他们的所谓的隔空铁路 那贯穿整个 Montreo的 那我这一次就没有机会搭啦 但是就 都相当 开心见到 就是这个市径 这个市径 那你看到是 很多新的建筑物啦 都有建立的啦 也都有建立的啦 有入住的啦 你说 有些锻炼的地方 这里都会有的 譬如说去到 这个我前方这个地方 很多一些 雅力啊 高低缸啊 在这个地方 被人呢 在这里玩 它 桥底可以做的东西 原来就是Sports 就是一个锻炼为主的情况 所以这个都挺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这条就是 这一道呢 是纪念呢 它叫做 就是一个 Bazin Pier 就是它这个地方也都 你看它 线线这个地方 嗯 这个地方就是这里的地名 今天进入城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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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过来呢 其实就是 我所知这里的 华人不是很多 就是唐人不是很多 香港人在这里住的比较少 一路就是说 这个是很独特的一个省份 Cueback 那么 香港人移民在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非常少 就是我不可以说没有啊 当然是一定有的 但是没有说多 那么 香港人来加拿大 通常 是去这个 三个城市啦 Toronto 最大的啦 接着就是Vancouver 接着就是Calgary 三个城市是比较多一些 比较少人来这个Montreo的 但是这个城市呢 我会觉得 生活来说 是很舒服的 没有压迫 还有这个地方 算是比较 平和 踏实一些的 就会是好的地方来的 那么很多些名人 你自己去查一下 上Wiki就查到 有些什么名人呢 在这个地方那里呢 是住过的 那么好人外人都有 我就不一一进路了 那么 那么 这里都前方会有酒吧啦 会有一些餐厅啦 对了 那么跟着呢 我们去到市区 那条路看一下 好多家庭铺 Bosche 一菜尼 一菜尼 那他就是好多的厨具啦 他们的厨房的设计、牢造的东西都在里面 这里安排停车 这里有食肆,应该是吃西班牙菜 还有其他的午餐、晚餐的地方 大家看看这招牌,是法文 这招牌,即是午餐、晚餐 另外,去到这个路口 这个路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全部是法文 Louis,即是出租 叫你打电话 这个有趣 然后,这个路口呢 有一个Bank 前方这个地方 路口,即是BMO 不是BNO,是BMO 即是Bank of Montreal 即是,叫做 满地可银行 哇,这楼,你看看 上面已经在建 都建好了,来左边这一栋 都建好了 也有一些 即是,未建好的 OK 有一些未建好的 在上面 所以,这个城市 都在发展 很多地方都有新的楼 就不会,就算旧成 都是新的夹杂 都保育都相当好的 所以,我就经常都觉得 哇,真是不得了 那,而这个地方 我会觉得是 这个十字路口 都好,车都好多 不会少 即是,这个就是满地海的特色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都是,差不多要吃饭时间 好,遲些有机会 在其他地方 再和大家做节目 很久